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 News Taiwan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未证明自己不老,穿立架裙露面,效果公开惹人醉 变老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必定会经历的事情 只不过对于任何的女性来说都是非常反感别人说自己老了 前段时间圈内女明星迪丽热巴可就没少因为自己的个人形象被人吐槽变老了 近日迪丽热巴参加节目,为了证明自己不老,故意穿上立架裙扮美的形象 可就为其重新圈粉了很多人,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热巴穿上立架裙后是怎样的吧 立架裙其实是当今大众对于红裙的全新叫法 在女士形象中这种立架裙素来都是她们很钟爱的一款单品 留意热巴这一身立架裙的设计呈现也算是很有想法的类型 长裙本身绣口处超级蓬松的设计是能够让热巴在举手投足间显得异常灵动 这一设计也会让热巴的形象看着更具动感美 立架裙本身因为一字尖设计的出现看上去也是很时尚的 前段时间热巴一直都被人都是胖的,可你们看她这秀出来的镶尖锁骨又怎能够说上是胖呢 一点不夸张地说,她这秀出来的肩部线条更是当下直角尖的最好体现 因为立架裙自带的清爽感配上热巴扎起的这双清爽无刘海马尾变发型后 奇袖出来的少女元气更是强到叫人意想不到 相信很多人在看到热巴的这一形象中立马就会感到陶醉 热巴这身立架裙除了有着很强的减灵感之外 因为这裙不过细设计的出现,热巴的形象也是显得很撩人 因为这立架裙超短设计的原因是让热巴逆天的细长直眉腿得到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显露 在整一身艳丽立架裙的衬托下热巴的腿部肌肤也是会显得更为白皙 且留意热巴脚上pick着的这双绑带高跟鞋更是极度好看的单品呢 出道时间已经很多人的热巴,她也是在不断摸索自己到底适合哪种形象的穿衣打扮 像她穿起着的这身制服套装可就让其身拒着的女强人气息得以显露出来 整身制服条纹纹里的设计是可以将热巴的身材比例修饰得更为优越 对于她这身制服来说,因为服装双排扣设计的出现也立马就为其形象注入了一份超强的时髦质感 留着一顶棕色长卷发配上其戴着的这顶棕色贝蕾帽 热巴的形象一下就变得很复古 不知道这种样子的热巴你们又是否喜欢呢? 服装上,热巴穿着的这白衬衫加西装马甲外套也同样是很有英伦色系的类型 白衬衫中袖口宽松款式的设计更是让热巴的形象看着极度抢眼 仅是这种白衬衫的原因热巴看着就已经是显得很有气质了 身材上极度出众的热巴,实际上也是这种很适合穿修身裙的人 即便白色吊带裙已经是很多人看腻了的单品 可你们看热巴的这一形象中凭借其身上拥有着的魔鬼身材比例 可是一下秀出常人所没有的范儿,非常女神 今天分享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们又是否有重新被热巴的魅力给惊艳到呢? 在此不如也让我们期待之后可以看到热巴更多不同形象的呈现吧